音樂 好我想大家等這台車應該也等了一陣子 那就是KIA的STONY 在今天終於正式發表了同步的公佈了正式的售價 1.4經典版也就是搭載1.4升自然進氣引擎的是落在69.9萬元 至於搭載1.0升引擎的分了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是79.9萬元 而第二個等級則是84.9萬元 如果你今天想要選配雙色的車頂的話 它則是加價1萬塊來到85.9萬元 我認為這個售價還蠻微妙的 跟目前坊間你可以看到非常熱賣的跨界休旅車 售價基本上是在伯仲之間 不過它有幾個優勢 第一個是它搭載了渦輪增壓小CC數的引擎 而第二個則是它進口的身份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好了 首先呢中間的Tiger Nose虎鼻是水箱護照 變得更加狹長了 而且也加入了一些飾板去增加它的質感 至於在側邊兩邊的頭燈組 今天看到的旗艦車型呢是搭載 乳樹頭燈不過有整合LED的日行燈 如果你今天不是要購買旗艦車型的話 那LED日行燈這個配備則是沒有的 至於在下保險桿的部分有利用一些多色的元素 包含了銀色以及黑色的防刮塑料材質 來創造一些動感的感覺 至於在車側呢 其實它在車側線條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是這一次最精彩的一個部分 它使用一些非常俐落的折線 去創造出它的運動感 另外呢 加價一萬塊你就可以選配雙色的車頂 所以看到這台車紅色搭配黑色的車頂 我覺得視覺觀感是非常的躍動 而在車尾呢 也有LED的尾燈組 雖然說並不是全LED的尾燈 不過它搭載了一些LED的導光條 去創造一些還不錯的視覺感受 如果我們進到車內的話 第一個 它中間的7吋的一晶螢幕 它使用的是原廠的系統 所以它也標配了 Apple Carbet以及Android Auto的功能 而且這個是全車系標配的 另外呢 在一些細節的質感上面 我覺得都有維持著一個不錯的品質 不過呢 它硬直塑料使用的部分 是比較大一些 所以如果你細看的話 你可能還是可以看出一些 不一樣的端倪 而如果我們坐到後座的話 以它的軸距設定來說 我認為呢 跟坊間的CUV來比 它的空間應該說是不大不小 如果以我身高173公分坐在後座的話 基本上 腿部空間可以達到一個拳頭三到四個指頭 而頭部空間則是相對比較充裕一些 而在尾箱的部分呢 基礎容量是落在350公升左右 如果今天你將後座六四分離打平的話 則是可以達到超過1100公升 好我想這次的動力單元呢 除了比較入門型的消費者來說 大家應該都會比較傾向於選擇 它的1.0升 三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的馬力有120匹 而風持扭力則是落在17.5公斤米 油耗表現搭配上雙離合器 七速的自首白變速箱 之後可以達到1公升可以保17.8公里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數據 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請期待 我們在7月12號 禮拜五凌晨的零點 我們將會把我們的試駕影片上架 到時候呢 這台車到底有什麼優缺點 我們將在影片一次透露給大家